Renderforce.com 白R.A.P. 重出江湖抢C位! 世纪大于问之白景廷为何如此执着于唱R.A.P. 今天的明星大侦探看了吗?鬼鬼和邓伦的唐看出来了吗?G1记到黄明浩学长的美颜了吗?没有也没关系,因为这些都不重要,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一定是下期预告,除了谭松韵卫大勋白静廷要合体了,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白R.A.P.要重出江湖了,这一次他要和昔日, MZ.N.D.的队友,和美男,撒微笑以及跪拳能争夺C位。 我们来回顾一下白静廷是怎么走上白R.A.P.这条路的。小白第一次唱R.A.P.应该是在快乐大本营的舞蹈上,那个时候的小白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鲜肉。 第一次上大本营,为了表现自己,精心准备了一段R.A.P. 观众的冷漠,让他知道自己又失败了。 第三次,他否认哪个唱R.A.P.的人是自己。 我们小白也是要练的,从此在大本营唱R.A.P.成了白静廷的噩梦,最后一次听到音乐响起,小白吓得都要走人了。 其实在大本营的舞台上,小白还是有成功的时候,那就是唱快乐崇拜的时候,可能真的练习了很久。 小白在R.A.P.这条路上受到了太多嘲笑和质疑,追逐R.A.P.梦想的过程太艰难了。 但是你以为他就放弃了吗?要知道小白可是从小就梦想当说唱歌手的男孩,微博各种转发关于说唱的消息。 要知道我们小白是学钢琴的艺术生,音乐方面是过关的。 所以少唱可以,但是放弃是不可能的。 于是在明星大侦探,他终于做到了,有了百万条实施,小白的R.A.P.好想也没有那么赖耳朵了。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他唱R.A.P.的,可能真的是粉丝滤镜太重,很多人竟然觉得他的R.A.P.一点都不尴尬,甚至传递出了一种很努力的精神。 也传递了很多快乐。 如果非要追究白静婷执着于R.A.P.的原因,大概是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,越不会的东西越要去尝试,反正辣的不是自己的耳朵。 对,你是白静婷,不是谁的替代品,你的R.A.P.独一无二,请继续坚持你的R.A.P.梦,白Broad会一直支持的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